這是小優點 可是我覺得其他是很大的劣勢 就是說他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決定 沒有辦法決定 比如說要看什麼電影 吃什麼 要吃什麼沒辦法 沒有準接好 然後今天我要穿什麼 也要叫你看 甚至連大樂透要選號碼 他也要叫你選 所以我就覺得說 蛤 那你完全都沒有自己選 很累的 變得沒有魅力 小女人又有一點 他們一定會很怕那種小昆蟲 蟑螂之類的 我覺得有一次是因為 我跟他到送他到他家門口 那不是有水溝蓋嗎 剛好有一兩隻跑出來 他就大尖叫 他就說怎麼辦 他叫我處理 我就說好 我就衝去那個7000 買那個噴那個蟑螂的 我就在他面前這樣 瞬間他就覺得我像英雄一樣 我說你好棒 那接下來我可能會不在 我就把這個拿給他 就說你家裡如果有發現的話 可以用這個 他就回家 我說我也回家 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他就真的在他家發現蟑螂 我就說 他就視訊我說怎麼辦 我就說你就噴他 就噴他 沒辦法 沒有理 我噴不了什麼 什麼 自己噴不了 他講了什麼 你再講一次 沒有理 我噴不了 他的口氣大概是怎麼樣 沒有理 我噴不了 小聲的 沒有理 我噴不了 他會覺得說他只要有在動 他沒有辦法面對這項 沒有瞄準 所以你去了以後 他有噴嗎 我噴啊 你噴 我噴我的 你好幾次 換他噴 所以我會覺得很累 謝行為你會覺得很累 他這個 對啊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女生要他照顧的時間 跟事情太多 像紫辰跟芳瑜 你們基本上看到蟑螂 是直接抓起來吃的 直接吃掉 我屁啦 直接吃掉 你們膏膀膀 他們是吃 吃完以後他還會分口感 這是比較稠 這隻有口感 德國蟑螂業比較是 德國的 德國的 我一定是大聲尖叫 我來算打的 妳是大聲尖叫嗎 他不在 一定大聲尖叫 我男人不在 搶…蟑螂看到妳 會自己這樣會怕 妳嚇到嗎 我自己飛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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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螂飛走 我好幾次都在 我看到張螂我怎麼在飛腳 假的啦 妳不是很兇嗎 假的啦 假的啦 妳剛剛有嚇到 有耶 曾希嚇到 曾希嚇到 妳剛剛嚇到妳腳就 嚇到腳都開開了好不好 換天啊 打麻將好不好 打開不是更危險 會嗎 那跑進去 妳是不怕的對不對 我是怕蟑螂 妳是怕的 我覺得是真實存在 我就要讓他死 我就要男人來打 如果男人不在… 我就怕打 我怕他會打蟑螂 你手要站下去的 他就叫爸爸可以 乾淨半夜我叫爸爸來一下 叫爸爸可以 對啊 爸爸可以 爸爸可以 爸爸大老闆 妳看 然後妳看 還是會為女兒打蟑螂 女人臉蟑螂 做事情很喜歡把問題丟給男生 他們是這樣的是不是 他們很喜歡把問題丟給男生 但是如果你跟我們交往的話 對 怎麼樣 省時省麻煩 真的嗎 我們自己的問題自己會解決 像我絕對不會發生那種 找不到婷婷圈在哪 對 不會 不會 會發生在人身上 但是我覺得小女人有一個心態 是她們遇到事情 可能會比較縮起來 就是她們會覺得說 男朋友不在 我不要惹事 我好害怕什麼 像我也是去遛狗 然後就有一個弟弟跟一個阿公 在路邊走路 然後那個弟弟就是那種 恐龍小孩 他看到狗 不管3721他就尖叫 那狗好可怕 那個狗會咬我 阿公那隻狗會咬我 就是那種屁孩 我就冷冷的看著他 我就跟那個弟弟說 弟弟 這是我的狗 他說弟弟 這麼小的狗狗 弟弟 我的狗不會咬人 我才會咬人 姐姐才會咬人 姐姐咬我 這聽起來怪怪 阿公在旁邊說 不要咬我的孫子 咬我 通著我來 通著阿公來 阿公在旁邊 阿公在旁邊 阿公開 不要咬我的孫子 不要這樣 不要咬 就是遇到這種小麻煩 我們可以自己立刻解決 不用麻煩到男生 我們是男人不在或我很能解決 但是男人在的時候 他來解決 男人不在 你看我繞人我也沒問題 對 我要繞人 妳如果真的繞 妳可以繞多少人 一通電話 我就看看要發生什麼事 多少人 大事還小事 大事 大事還小事 可以叫很多的 大事 不然問我打幾通電話 我老公跟前女友他在Line 我打給妳 我老公前女友在Line 對 在Line 被我發想 現在妳找100個男人出來 是不是 不是 不是繞這種人 來 立東 立東有交過一些女朋友 哪一種女朋友妳覺得 不是 小女人交過 我有交過大女 大女人 大女人真的是省事省麻煩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 要幫我女朋友慶生 我們就約了我這邊的朋友 跟他那邊的朋友一起吃飯 吃飯吃完呢 我就想說那 因為我是算男生 我想說那我就默默的跑去 買單好了 對 想說紳士 去了那個服務生就說 那個女朋友已經買了 誰 幫我買完單了 女朋友買了 他買單 他壽星 然後呢 講完的時候呢 那個就 叮咚 門打開 然後呢 就有一個那個外送員 送了一個花 一束花 說要給 署名是給那個送信就是女朋友 然後呢 我就說 哇 是哪一個男的這麼白目 送花 怎麼會這個是你送的 對 我就說那是誰訂的 他說這是張先生送的 他說是我 說是你送的 我想說我又沒有訂 我想說是哪一個朋友那麼貼心 我就這樣送了 然後就整個都 慶生都完了 然後結果他回去了 我就送他回去 然後路上都說你看 他自己訂的 他做麵是給我 沒錯 他買單 對 他還買單 你算什麼的你幹嘛 那我就覺得要你幹嘛 你好爛喔 你根本有送禮物 這很早 你根本就很適合 花也沒買 錢也沒數 對啊 不是 我有送禮物 我們兩個還可以再約一次慶生餐 這個是他做給我面子的 所以我覺得大女人是非常懂事 其實他這個是小女人 大女人的話會跟你吵架 或是他自己買東西 但是小女人 會想要幫他做面子的 這是小女人 所以你其實是喜歡小女人的 你其實是喜歡 喜歡我跟牆壁 你喜歡這兩個 沒有我那一種 賺貨人就是買貨人 對喔 賺貨人 不要再做生意了 牆壁 沒有什麼買貨人 不要再買了 不要再做生意了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了嘛 自己了解說 自己要跟大女人還是小女人在一起 但要如何分辨 這個問我們這種經驗老到 50歲的男人最知道 其實我看過那麼多的女生 最重要大小女的分別就是 兩種 從臉型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場有很多都中囉 第一個就是 怎麼樣 臉型有這個兩個 全骨高的 就是很強勢 一開始很弱弱 很感覺講話 不行啦 我都可以啦 你決定 最後都會變真面目都會秀出來 就是她的這個全骨 旁邊那個小小兵 對耶 那時候有頭髮 那時候有頭髮 有啦 以前啦 以前有頭髮 但你看全骨高的秘密就是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感覺 小女人 但全骨高之後會越來越有組件 這是第一個 最後也是 全骨高的 對 會有組件 第二個就是包包 大家可以看在場的包包 如果那種包包是裡面 阿里布達什麼都有的那種 就像你們講那種 阿里布達什麼都有 那個就是大女人 因為她可以一腳趴上 直接就要飛美國去哪裡都可以 所以她的包大或小 裡面東西多過 就知道她是大女人還是小女人 唉唷 可是這樣一講起來 我反而會覺得 皓如姐跟牆牆 妳們的包包應該是大的 不會是小的 我覺得牆牆姐的包包應該是小的吧 那怎麼... 直接來 直接看一下 看今天她們今天帶的包包 對 今天四位女藝人 到底帶了什麼樣的包包 我們直接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好不好 來 把它們拿進來 好 OK 包包都已經到場了 但我不知道是誰是誰的對不對 誰是誰的包包 不知道 我們先看 看內容在一起 這個大小就是差不多 正常 中間版的 不大不小 放滿多東西的 看看 有什麼 因為我們要戴相機 還可以換鏡頭的 大的 ACC 先不看相機裡面有什麼 我們來看其他東西 就是香水 就是基本的 然後還有牙線 牙線 牙線啊 唉唷 這根本就是 老榮民的那個包包吧 我包包也有牙線 牙線超好用 吃完東西就是要剃牙 剃牙 這個皮夾滿有品味的 這皮夾滿有品味的 這個人算有Sense 有Sense 這個Sense 而且他的 文青還也滿多的 卡滿多的 這個偏文青 他很認真 發票還會就收集在一個小塊檯 包算乾淨 算是組織 不錯 這個是大女人吧 可以啊 但是他這個算是 比較勿實感 勿實型的 很踏實的女人 接下來 你看看第二個 這個度假風的 他鞋子不另外裝嗎 好髒喔 沒有另外裝就直接 直接放到包包 直接放在裡面 對 沒有搭他 再拉他 是 會搶的 是搶牙 大女人都這樣 哇 差一搶 這是衛生紙嗎 這用過的嗎 衛生紙 是衛生棉 Oh my God 衛生棉 衛生棉 為什麼有這些東西 鞋子的 這應該是放在晒鞋子的 重點是他的化妝包很可怕 這取回家門不幸 真的 感覺用了一把晒 好亂喔 很髒耶 好髒喔 鑰匙呢 鑰匙圈上面是一個發 一個發 這樣喔 他 叫薄 唉唷 唉唷 還有用過的 蛤 蛤 這已經髒 這已經忽自欲出了 這忽自欲出了 這不是搶牆的 會是誰的 對啊 周一至中午晚間九點 周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